男性的帅也靠妆 洋洋街头盲补妆 吴亦凡素颜也一般 在生活中比较少看到男人化妆 但对于讲究形象的男性而言 化妆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 必要的时候还会时刻补妆 生怕一个不小心妆就花了 那么你是否会好奇男性化妆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 这是吴磊化妆时候抓拍的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变化 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吴磊的眉毛很浓密 五官也很立体 男性的妆容可能不像女性那样讲究精致 但一定要让五官看起来立体 化妆师所做的就是让吴磊的鼻翼看起来更加完美 除了对五官的修饰 当然粉底也是需要的 必要的时候还会用遮瑕膏遮住男性皮肤的瑕疵 不过男性化妆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掉粉 张艺兴早前亲讲杯的一个举动就让讲杯上粘满了粉底 这也是mary尴尬 不过转眼一想 似乎圈内没有几个男性是不化妆的 有很多网友自信的认为自己要是化了妆也能有明星犯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且看这张吴亦凡化完妆的照片 看上去五官精致且气质高贵 这样的吴亦凡就是男神的代言词 再看看吴亦凡的素颜照 简直判若两人 不过凭良心说 吴亦凡素颜虽然没有装厚帅 但他的底子在 无论怎么说 这样好的底子不是人人都有 陆寒的形象也很完美 一副奶油小声的模样 不知道俘获了多少女孩的芳心 所以在平时他很注重保持自己的妆容 涂个口红也是尝试 也许有粉丝要说 为了以傻袍子天生励志 根本不需要化妆 其实小表妹想说 不化妆的陆寒只是一般帅 合妆后的她还是有差距的 对于黄紫涛而言 她也很享受化妆的过程 毕竟在形象上的修饰会让她变得更完美 化妆后的黄紫涛宛如花样美男子一般 笑起来都显得那么迷人 帅气而又很有男人味的张衣衫 她也离不开化妆 看到她化妆台上的化妆品 这阵容简直比女星还要大 各种道具应有尽有 大多男性化妆或是补妆 都是由身边的化妆师完成 不过偶尔化妆师不在的时候 还是要自己动手 像张卓云就曾在节目中 自己学着如何化眉毛 虽然说是学 但这技术已经很好了好吗 杨阳阳也是对自己外星很看重的男性 在街头补妆也是十分自然 你如果看到街上有一个这样帅气的男神在补妆 你会是什么反应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